今天我請到我未炒股票已經認識她的老婆 我未開始認識股票已經認識你了 現在已經很多年了 你認識你的時候你還是在永恆財務 但永恆財務你已經是一張桌子一個秘書打出來的 但頭個星期沒有秘書 我那天見到你老闆 半年前見到你老闆 他現在應該可以 賣了幾百億沒有東西做 沒有東西做 他不用錢 我都不去賣幾百億幹甚麼 打球 打甚麼球 打高爾夫 打高爾夫 他有兒子嗎 有兒子 有兒子 但他家人的第三代 是沒有一個有興趣做銀行的 所以一定要賣 所以一定賣 他賣幾百億的 都不少錢 好像三四百億 但他完全不用錢 他又不用錢 我也不喜歡他做甚麼 對 你想想我那時講笑 我銀行那時 他的賓士 用了十幾年都做賓士 我自己是坐新的總統 我頂不住 你做老闆 十幾年都用賓士 應該換 難聽些 有幾個故事 有一個故事 據說Cally正 Cally正 Cally正 胡仙 胡仙坐Business Cally正都坐頭 對 就是 每次都是 我跟老闆 一定是 那時我跟老闆說過 你住一間屋又大過我 他住重拍 新村頂樓連天台都漂亮的 但你住厚市 那時 十幾 そحد 他經常說 你很有名 老闆難聽 你養一隻狗 也想牠就膩膩膩膩膩膩 快要打 大佬說你現在炸一隻鋼,我便拿劇鎖廚,我說不行,你也看過我帶金銀潤 他在笑,我說你老闆是不需要讓人知道有錢,但你老闆我也有錢的話,你要他威風 是不是想你笑一下? 吃著先吃著,不要緊,只要有飯局,大家出去睡 開心一下的 但是近期你紅,所以你黏,你鋼,你鋼,你金黃 你現在是大紅人,多少人看你? 你應該在最短時間建立最多粉絲的紀錄 很短的,很誇張 以這麼短時間來說,因為蕭若元也很厲害 但問題是他用了很長時間,他教了十幾雅年,第一個教 其實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即是意外 我本來怎麼做呢?就是我寫了一篇文章 有朋友看到,關於司法制度香港 我轉介了一個網台,網台來訪問我 怎麼一出呢? 誇張了,那個網台最高紀錄是三兩萬 我那個一出就二十八萬二,接著他剪了兩輯 第二輯都二十五萬多,那我朋友說不如你自己搞 那我就搞,誰知道一個月來,我差不多一個星期出了一次片 已經去到二十幾三萬,接著現在去到平均都五六十萬 即是很短的時期… 但沒有黃標,你有錢收? Youtube好像有錢收的 但有黃標,黃標的書即是說你那些是黃賭毒,即是太政治化 沒有,沒有,我寫一些東西很忠肯 那我果記跟我說原來有錢收的,Youtube 我相信這些錢也不會多,我相信 我只有五分鐘,平均的影片是四分多 因為我Vchat可以回到大陸,Vchat五分鐘之內不行 很少試過一兩條是長過五分鐘,兩條 試過一條就是最近講香港電台 我記得前一條都是講的,我不記得講的 所以五分多鐘,原來少過五分鐘其實收好少錢 計算長度 是啊,所以現在我們吃頓飯,一等完過幾個小時的時候 哇,一個等於你幾十個了 原來越長越多 是呀,都是開心的 那幾天你都不介意那些錢 哇,你今晚宣佈了一樣東西,是星期五 是嗎?是,是星期五 那是甚麼來的? 沒有的,有一個歐洲基金入股我們公司 即是我們有權三年來批,不斷批股給他 以當時每次批股是怎樣呢? 就照市價10天平均價9折 其實挺好的,因為連交數是8折 我們可以9折,批到23億倍 總金額最高 成年獲給了他 那又不可以這樣說 一他們是投資的 七十元也是我 我知道,就算他有大股東也不會離開 他不會離開 第二,他另外還要求多3億8的option 總之最低價都兩毛三 其實就很吸引 即是不低了兩毛三 即是說不低了兩毛三,但就九折 即是 either高了一個 是的,高了一個 高了一個 我覺得這個Terms也很好,因為他很看好我們公司 其實很多人以為這幾天 心想二十多億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在重組之前已經在討論 即是我們不斷在討論 因為我們打算重組之後 都要做一些事,所以不斷在討論 開心就是在逆市之下,一隻創仔 逆市是adverse的事還是疫情的事 疫情的事 現在市真的很差 沒錯 市這麼差 我們也有二十多億一隻雞仔 我想有些老友這樣說 他在這年來都沒有試過 如果不計以前的大水牛那些雞仔 我們都算厲害了 你有沒有跌過? 接近沒有跌過 你跌了是不是不算跌 沒有跌過 這麼久以來? 沒錯,所以算是OK 多謝各位支持 但你有很多實事 你那堆東西有幾億美金? 只是那個演成都 你當那些貴佬傻嗎? 他們看過 即是說真一句 有些人說我當年蠢 就搞這麼多東西 真真實實地說這麼多東西出來 但現在反過來 蠢了,其實精了 可以這樣說 那你有實質事 好過你沒有實質事 即是人家看實質事 我們就覺得 都是證明當日沒錯 即是有些實業事 人家最後都會看你實業事 所以開心 是呀 看看咪咪是否著 我不知道 我經常都被人來批評 我那些聲音做得不太好 眼燈 又在這裡 又在這裡 被人來批評 我們有些人 現在是說兩個小時 原來很多人現在聽 是代替收音機 是呀 所以就 阿森有什麼重要 我就覺得不要緊 但他們如果在車廳 那不是車廳不同的 於是就很重視 OK 再來講 不用再來講 OK 講真是開心的 即是 喂 市場又不好 又有疫情 你都拿到二十多億 是 創仔 你記住 不過當然我都承認 就是我們公司本身 那支資產都值幾億美金 你資產都值幾億美金 是 他收購 如果早點他收購 我才會給他 因為在南方 他還沒有基地 是呀 所以是好事 你都是這樣 因為佛山都是想做南方基地 是呀 其實我就是想做 我們是說 北橫店南角藝 是呀 就是這樣 當然他是大哥 我們就 小朋友 大時間 我覺得 北方是大一點的 你說 朱三角都不會小 朱三角很多 而且他搞了三十多年 我們現在才叫做十年 他搞了三十八年 他是八零年開放時已經搞 是 這間食物是普通的 但很正確的 但也不差 很好味就不是 正常 正常 正常味道就 沒有要求那麼高 這些糯米雞 就沒有人做 是做一個包 這麼有趣 是做一個鮑魚 真的 他可以賣貴一點 那些什麼 黑毛豬叉燒 那些 你會煮東西 你說的 那他改了那個名字 就差很遠 中國肥豬叉燒 當然好吃 黑毛豬花燒 中國肥豬叉燒 可能賣百多元 黑毛豬叉燒 可以賣三百元 我來賣三百元 就吃了 足夠肥豬叉燒 你懂得煮 你哪會學 但是我自己很窮 自小就自己去煮 如果這樣就懂得貴的東西才可以 對 這個真的要學 很簡單 譬如你吃了 我煮鮑魚也可以 鮑魚扣包包 為什麼這麼好吃 我就要研究一下 你知道網上有很多方法 然後問問師傅怎樣 試一下 原來我自己獨立的地方 比外面更好吃 你浪費了幾隻鮑魚 很多錢 都不少 都不少 錢是錢 所以我經常都說 很多時候 鬼都不同 鬼都真的好些 譬如Gordon Ramsey 那些 他們很捨得可以吃 在中國的師傅 你不捨得可以吃 你煮得有個泡 即是錢搭出來 我不是專業隨司 我是興趣隨司 我肯捨得落本投資 沒錯 因為你可以虧搏 我煮得不好吃 就自己噴掉 我選擇 我們酒店有一個 處女雞很出名 我知道 每個人都說 專家都說好吃 你知不知 我煮了多久 煮了三十次 不同的雞種 什麼都試勻 三十次是很厲害 有一陣子我吃雞 吃到有點脅 那個什麼 據說大樓 吃小的高雲殼 做燒雞翼 是做得到為止 這不是一次吃一口 只是做得到很多人 就是咬一口 所以有些人這樣說 成功不是囂橫的大樓 真的要付出 付出代價問題 就是成本問題 你願意付出食物 你付不出金錢 你都減不錢 但你什麼都認識 但你想想這個好處 成功了之後 譬如我們 是人知道 郭毅酒店有個 廚店很出名的 真的成為品牌 有人駕駛兩小時 在隔壁的市場 走過來吃 那種滿足感 就是在這裏 其實你有幾樣工具 我數 我數 不要計其差 你是銀行工會 你有法律學位 你做過導演 懂白戲 你會做生意 而你做過生意 其實做過影業 亦都做過財務公司 財務公司 做到壽司 亦都是懂得煮菜 都是專業程度 因為國藝的廚房是你搞的 我搞的 然後你設建築 因為你只要建了幾個酒店 泥水酒墓都可以 泥水瓦 你家裡自己鬥木工 自己鬥木工 你有沒有看新聞 你沒有牌是不拿牌的 木工是中工牌的 是嗎 蕭罕都懂 蕭罕是否拿牌 要 都是拿中工牌 蕭罕木工是同一個牌 蕭罕木工不同 兩個牌 你都拿了 我上課要上木工 由初級、中級 然後考中工牌 然後蕭罕 你多少歲學的 不記得 一有 都不是 最少都七、八年前 即是你所謂發財才學的 不是發財 應該是這樣 我住在飛鵝山那些學的 住在飛鵝山 整個二十年 一康市 一康市 一康市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去玩 你那時候有木裝 你想想 我家裡有很多 桌桌椅椅自己做 花園那些圓藝也自己做 那你很開心 你還懂圓禮 你懂圓禮 懂圓禮 不是什麼 剪草 但是你想想 你想想 以前公園的座椅 很長的那些 現在不能買的 但是如果你告訴別人 你撿了公園座 那幾個欄框回來 做回一張公園座 在家裡 有沒有滿足感 沒有發財 你那裡有沒有 人來看 沒有了很久 你做得回 我很想做什麼 最想做千叉 等於我在國泰酒店 就是了 我就做回那些 你有沒有千叉 真的有 真的有 我想問 你知不知道現在全香港沒有千叉 沒有 因為現在沒有千叉 對呀 我很想玩 你知不知道 那些千叉我們是有的 舊時那些 叫騰騰鑽那些 叫什麼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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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有 特意弄出來 那個千叉我很想玩 真的很棒 你想來玩 你香港遺失了的東西 是呀 是呀 我有個朋友 一位在石澳 買一間屋子 他說做什麼 做明前沒有用 做千叉的人才可以打 明前空街都有 千叉挺有趣的 但是 坦白說 都不是很多人寫得整 整個個 但我 你做生意 做生意 因為我影城 酒店有些特色給別人 我做過千叉 做過南瓜車 那些人很可愛 就算不打 都會拍照 所以很舊式 你叫什麼舊式 就是許冠傑的時代 有兩個 當千叉那種感覺 那些人很喜歡 那我就覺得 做人呢 能夠把自己喜歡的東西 變成事業一部份 其實都可以 你都喜歡很多東西 我都很討人 哈哈 不能停的 是的 要學 因為人是很悶的 你不學東西 你不知道 我是YouTuber 看電影 寫東西你也得過 我們是寫東西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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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得以前 在黃毓民那種東西 寫 我寫財經 你寫政治經濟 你也寫政治經濟 你記得嗎 沒錯 那時候 我還問在毓民 這個東西寫得不錯 你還記得你的筆名 莊重文 我說 我的筆名是任何行 原來 看到原來是你 所以我們這樣認識 沒錯 有很多共同朋友 當然 因為太多共同朋友 有幾十個共同朋友 幾十個 自然而會認識 不過我們是意不會 欣賞對方文筆 我就是這位人 文得相當好 當時我們是這樣 我認識書學員 也是這樣的原因 一樣 書學員也是因為 跟馮少榮 我們寫了 你寫論寫得不錯 特別介紹 會認識的 很多東西是仇 隨時拿出來 還要流暢 所以你就是才子 我看到很多所謂才子 周憲 麥可周 都算是我認識 你也是才子 你都認識 還未講武功 都可以的 武術界 很有名 和人出很多東西 都可以的 我也有出過一些書 而且 學以致用 至少大家只要問一 二人我都有參與 就是時時問一 我真的 整個動作 我有給意見 那林組 沒有去看 我三個 你都可以有三票嗎 我以前是金融的 我只是靠選一票 我選了一票 我選了體育影視 文化體育影視 我武術界 也是在那裡 我幾個界別都在那裡 你問你是沒有借嗎 是 兼且 我自己 頭一兩套就是東方娛樂 當時我是東方娛樂副主席 肯然一定是 其中《熱敏一》 你看DVD出品人有我的份 而我少參與 就是我徒弟去參與 周定宇 但我覺得 當時有少少分歧 其實《熱敏二》已經很Commercial 《熱敏一》 故事有部份真實成 我享受的 但《熱敏二》已經有少少 現在完全離譜 現在完全虛構 但我自己獨立做監製 做故事 做墓子 做導演的 就是《熱敏》 《終結一戰》和《熱敏前傳》 這些真實性比較高 因為我拍《熱敏》 是想推廣《榮春》 推廣《熱敏》 《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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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說葉證去美國 完全沒有這件事 我覺得虛構是無所謂的 無所謂的 《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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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有刷眼 又刷眼 又什麼 整件事太離譜了 整件事 很丟臉 你這樣來打贏不算 我這樣看 我自己作為《榮春》弟子 任何人拍《榮春》電影 我都支持 但故事真實有多少 始終電影是吸引觀眾的 黃飛鴻人 很多都拍到打鐵雞鬥不公 鐵雞鬥不公 本來是以前沒有那麼誇張的 以前沒有那麼誇張的 以前沒有那麼誇張的 既然沒有那麼誇張 但事實黃飛鴻人 當年都不是太空黏膠的 都是吹水 那葉敏 千萬不要打太空人 我就已經 覺得OK 總之不要過火打太空人 別過火去打太空人 我覺得這個不是過火問題 而是這個有一點 你很少侮辱了叶文林工作,就是你挖眼,不停用卑鄙招數去打人 那一套我又沒有參與,又不是我做動作導演 但觀眾可能覺得要創新動作,可能要這樣加下去 我也不方便評論,因為你看我拍的手法是有少許符合中局 不要這樣說,我覺得至少一天他會比你聰明,但他成本高你很多 是,他貴很多 很多很多,你看他所有,叫我講你不可能,他是一個很難的劇本 因為用了很多錢去拍,都拍到《自暴自野》說得好東西 他扔很多錢的,你想想,我拍一部電影,很少就不是,三千零萬 但是他拍那些,一億兩億的嘛,不能比 不算CASIO貴很多 不算CASIO貴很多,不能比 因為製作費很貴,製作費過億的嘛 你想想,製作費連CASIO三千八,是不是很大分別呢 是,我看得出那件事,他貴很多,於是不可以在同一個… 不可以在不同CASIO貼,不同CASIO貼,不同CASIO貼 不可以在不同CASIO貼,不同CASIO貼,不同CASIO貼 但我自己覺得,我拍幾千都叫有些質素有人認同 例如起碼,《葉敏中計劇戰》第33屆香港電影節,開幕電影 都算有交代了 我覺得,曾志偉對黃秋生是好的 我不是覺得他們打得拍得好 因為,你做導演的問題就是,你是行政出身 有些疼愛的演員,你不夠賤,你賤就好 真的,如果要這樣說,要打到死人,打到… 打到傷了,但又不行的,這些大哥都是已經平價幫忙的 但是因為,曾志偉和黃秋生兩個都其實是可以打的 你找到他們兩個回來,曾志偉其實是做動作演員出身的 而黃秋生也是聯絡武功的 你找這兩個CASIO貼都是很有SENSE的 他本身是懂得打的 很多人不知道,你也知道 志偉根本就是龍虎武師出身 先做足球再做武師 那時他跟過我師傅劉家良,一起跟他做武師 那麼,秋生不用說,他本身就是大勝法國出身 不過,這個其實對我也是一個考驗 因為秋生高大,打榮春是細手 志偉是矮細,但要打是白鶴 其實當時我跟李宗志,一起聯合動作導演 也有一點點扭扭的頭 因為現在打得不好看,很肉酸 出來不可以說很好,但起碼秋生對 志偉那場都合格,交到貨 都算好了 他們兩個人玩得比較殘 你可以打殘他們,我覺得你太疼他們 但是,大家要收筍價,還要再打 你知道志偉一天可以稱讚他嗎? 如果我們還有一場武師,有一個高裝的 其實那一天,志偉剛才那天,他剛才那天開台慶 他台慶員立即開車上來 他還未睡醒後就開工 那天差點掉下來,其實他真的很危機 但這些花絮沒有人知道 那他對戰影、航路、尼城的意義是這麼說的? 很幫忙,TVV的台慶員三點多 漏夜開車上佛山,七點多就開工 他只休息了四十分鐘左右 初中就暈穩地 一吊威亞上去那個,真的上個裝頂 連跳三級,連跳三級上個裝頂 那一刻,其實不夠分,真的飄了下來 那一刻就靠了一會 再開工 他每一秒鐘都睡覺 他每一秒鐘都睡覺 他每一秒鐘都睡覺,他幾個年 好啊,這裏都要多謝志偉 他是專業的 很專業,沒有吞坡 還有,他說,喂,總之做得好一點 不要肉酸,反過來他都有要求 因為他都幾十年沒有打 突然做白學派掌門人,他都有壓力 但是他又是好人 好 他如果說做甚麼 即是,他如果這樣搞法 對整個電影圈,對所有的東西都好 但投資者有時,撞到他就麻煩 黃晶還好一點,黃晶是投資者 他很注重這些投資者 黃晶說開又欣賞他 他跟我說,我們做這些監製 投資者相信我們 我們一定要做到 賺錢就不敢說,這個是事實 就算輸也不要肉輸 如果輸十幾二十分 都叫他有交代 我又覺得很好 他真的為了投資者去想 而事實他真的沒有一套企劃 輸超過二十分 所以叫他有交代 他有交代 而且他的好處就是 他跟志偉都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們很照顧做電影圈 項內的業內很照顧 即是大哥來的,沒有一談 如果你有哪個藝人熟他 假設你能說 志偉哥或者阿晶哥 他真的簽你三年 然後開一些電影給你 是的,阿晶哥很好 我真的欣賞 為何我見過有幾個運氣不好的藝員 他簽了他 你知道他戲多 套一套給你 為何那些藝人說 如果我多戲出 我登台也貴一點 如果我沒有戲出 沒有登台 所以我覺得OK 即是人如果 純從他們的電影圈來說 那個人擺得不一定 是,很多人的 我認識他們 我就說不是 他很照顧後輩 我覺得志偉問題就是 老套了投資者 黃姐的問題就是老套了觀眾 真的沒有一定 真的沒有一定 如果你是業內人士 你會專慶這兩個人 就像古天樂那樣 我不認識他 我沒見過他 但我聽他的口表很好 他做很多事情都真的 沒有怨 即是人們沒有怨 你想想他捐很多錢 他真的沒有出聲 不會故意大搖大擺 那個狀況是這樣 我覺得非常好笑 因為有些朋友認識他的 他很勤力去找投資者 即是如果有少少機會 去投資電影 他都會記住你的 但他的問題是 他的好處就是 他不是錢貸落自己的 他都是為阿公做事 然後派回他 做問題出來 即是 如果他其實可以不做這些事情 他不做這個 他不做這個 只是貸在收錢 是絕對可以的 他這麼辛苦 即是有少少 我覺得古天樂 有少少卑躬屈室 即是跟我朋友 眼中說 哇這傢伙你用不需要拆他 即是他有少卑躬屈室 以他的身份 但他願意這樣做 其實都是為阿公 那就是